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呢就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 这个报纸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The story of a poor family that acquired fame and fortune overnight Dramatically illustrates the power of the press 他说一个穷困的家庭 在一夜之间就成名获利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非常戏剧化的夸张的阐明了 这个媒体 这个新闻界 报界 它的这个力量 我们先看个这句话的语法成分文法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句子的主句 主句的主意就是 The story of a poor family 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 什么提供家庭呢 后面的那从句是定义从句修饰它 那么就是获得了名声和这个财富 就成名获利 这个搭配叫acquire fame and fortune Fortune在这财富 Fame and fortune 可以看到固定搭配 这押韵的 这是手韵嘛 Fame and fortune 开头翻译一样 Overnight 咱们一家讲就迅速的 它本意是一夜之间 派生也就一夜成名 一夜获利 就迅速成名获利的故事 这故事怎么样呢 魏语东西 主句的魏语是dramatic literature 就成了很戏剧化夸张的 就是阐明了 Illity是阐明的例子来说明 这个新闻界它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press 咱们这里边呢 首先有一个搭配叫迅速成名获利 这个当作固定搭配 type的契机 就是获得了acquire fame and fortune over night 迅速成名获利 acquire fame and fortune over acquire是表示 获得 而且是这个 这个往往是比较费力的去获得 那它并不是轻松的 每个人都都轻松获利 那哪有那么很容易的事吗 咱们看一下例子 With the success of their first record they acquired fame and fortune overnight 这可能是个乐队组合 随着他们第一张唱片的成功 他们迅速的成名获利了 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 这个唱片卖得特别好 这个赚了大钱 acquire fame and fortune overnight 这部的费片就好了 我们还有一个在21克讲过的 迅速成名 这个搭配 大家看还记不记得 叫rise to fame swiftly 这个sweeply 可以换成刚才的over night over night也是表示 速度特别快 sweeply也是迅速的 rise to fame 是固定搭配 出名的意思 就上升到了名声里边来了 咱们复习一下 在这个第106页的第11行 出现过这句子 106页的第11行 Mendoza rose to fame swiftly after a boxing match when he was only 14 years old 这个门多萨呢 在年仅14岁那年 一次拳击赛之后呢 就迅速成名了 从那以后迅速成名获利 rose to fame swiftly 就迅速成名 迅速出名了 可以这么说 甚至我们可以再参考 本课书中的句子 你看在本课书 就是我们在第45号里面 208页的第18行 出现了这个他的名词 就是208页的第18号 The rise to fame was swift 你看只不过把这个rise呢 由动词变名词了 它的成名啊 是速度非常快的 The rise to fame was swift 如果动词呢 就right to fame swiftly就好了 在这呢 这rise变成名词了 成名是很快速的 你看可以同时记 好 那么还有一个成名出名的 另外一个说法 当然这几个搭配都是指人了 都是形容人 咱们再复习一下 在第14课讲过的 66月第10行中出现过 这么一个搭配 叫make a name for oneself 还记得吗 也是成名或出名的意思 你同样可以后面 再进一步加复词 比如说overnight 或者sweeply 这个都可以 咱们复习复习66月第10行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drew one of your kuto 他很快就成名了 有些慢慢的 意大利人都把它成为 叫girwani a kuto 那个成名出名 就make a name for oneself 这是在第14课讲过 咱们可以顺便把它通时记 好 这个搭配看到这 那么这几个搭配 我们看一般都是指人的 成名或立 出名 等等一般都是 人作主义 如果表示某个事 成了爆炸性的新闻了 这个事情 大家尽人皆知了 满城风雨了 咱们可以用这么一个搭配 也是在14课总结过 但看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叫make headlines 或hit the headlines 叫成了爆炸性的新闻了 这个headlines 这个词表示头条新闻 在头版头条的大字新闻 这个第一个搭配里面 有没有the都行 跟老师大声都一遍 make headlines make the headlines 没有这个的也行 有也行 我们再看第二个搭配 hit the headlines 这个必须定个字的 到了头条新闻那去 撞击到那去了吗 还是成了爆炸性新闻 这一般只事情做出 同样咱们看一下例子 这个句子咱们见过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made the headlines or hit the headlines around the world 911恐怖袭击 迅速在世界各地 成了爆炸性的新闻 成了各个报纸的 偷版头条的大字标题了 这是成了爆炸性的新闻了 这某个事出名了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搭配呢 咱们不能光温故 还得知心 就是人或事物做主义都行的 成了家喻户晓的字 或家喻户晓的名字 这个人做主义 事物做主义都可以 这个搭配就be 或者是become a household name 或者house of word都行 be可以换成become a household name和word 是或者变成了一个 家喻户晓的名字 或家喻户晓的字 这个name跟word 这两个能替换 差不太多 而且它的主义既能是人 也能是事物都行 咱们看用事物当主义的 Coca-Cola is a household name around the world 可口可乐 在世界各地 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谁不知道可口可乐 哪个地方都听说过 哪个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这是事物做主义 再比如说Microsoft has become a household word 微软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字了 家喻户晓的字 家喻户晓的名字 你看这两个是能替换的 一样 只不过被动死强的状态 become是变得家喻户晓了 这是事物做主义 人也可以 比如说看这个句子 She became a household name in the 1960s 这个女人在1960年代 就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了 大家大名鼎鼎都听说过她的名字 当然人也更加喻户晓的字 这个词也行 我们看例子 Cindy married one of her publishers and became a household word Cindy是个女孩子 她嫁给了她的一个出版商 并且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字 Cindy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这个be 或者become a household name 和word的人和事物做主义都可以 咱们一会人的造句 就可以用它来试试看 好 这个另外后面还有个重要的一个搭配 叫做Dramatically illustrate 就非常戏剧化的 戏剧性的阐明了 这个展个观点 这个illotrate这个词 其实五星级的重点 因为咱们写文章举例子 举例子 用例子阐明什么什么道理 阐明了什么什么真相 我们一般都可以选用illotrate 这个重要动词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illotrate illotrate 叫做阐明了 阐明了 它的意思表示 to make the meaning of something clearer by using examples pictures etc 就是用例子 或图表等等 说明或者阐明 把某个事的意思说得更清楚 通过使用例子 或者使用图表 图片等等 阐明 举例子是用它用的特别多 注意是极无动词 咱们看一下例子 to illustrate my point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story 为了阐明我的观点 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 举例子来阐明模式 让它变得clear 变得更清晰 让意思变得更清晰 再比如说 the lecturer illustrated his point with a diagram on the blackboard 这个lecture做演讲的人 通过什么呢 通过黑板上 这么一个图 diagram 比如图或者图表的意思 尤其是带坐标的 横纵坐标的 我们再读一下图和图表 这个是diagram diagram 图和图表 通过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 来阐明它的观点 让它观点变得更清楚 clear 好 这个本文中呢 又用了一个动词来修饰 dramatic的一些戏剧性的阐明了 这是可以的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负词 可以来加强illitary的语气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咱们写作高频搭配 amply illiterate 叫充分的说明了什么 这amply ample表示充分的充裕的 大量的 amply是副词 充分说明了什么 还有clearly illiterate 叫做清楚的阐明了什么 还有dramatically illiterate 像本文中固定搭配 叫做戏剧性的阐明了 戏剧化效果的说明了什么 还有后面两个同一词 graphically或者vitally 都表示生动的 生动的阐明了什么 我们先读一下第一词 graphically graphically 就是vividly 一样叫生动的 生动的阐明了什么东西 这几个副词 见过的可以跟它做固定搭配 咱们看一下例子 one example may amplly illiterate this point 像这种句子都可以背一背了 就说明后面要举例子了呗 我说有一个例子可能能够充分的阐明这一点 上面讲了道理之后下面举例子可以用这句子 来 再比如说 the ex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graphically illustrates this point 我说美国的这个例子呢 生动的阐明了这个观点 我们都可以说 那你看这个生动的阐明了 充分的说明了什么什么都可以用它 好 本文中呢 它的定义是阐明了什么呢 媒体 新闻界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press 好 整个这个句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或者重点的非常非常频繁 我们再回顾一下 一个贫困的家庭迅速成名获利的这么个故事 细节化的阐明了媒体的力量 我们看能不能从前面复述一遍 the story of a poor family 这个贫困家庭的故事 什么贫困家庭的家庭呢 后面再加定义从句 that acquired fame and fortune overnight 然后细节化的阐明了 dramatically illustrates the power of the press 从头再来一遍 咱们这回都不太中断了 从头开始 一个迅速成名活力的贫困家庭的故事 细节化的阐明了新闻界的力量 好 怎么来一遍 the story of a poor family that acquired fame and fortune over night 然后呢 dramatically illustrates the power of the press 好极了 咱们类似来说一个句子 也是有一定难度 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洗发水 迅速变得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例子 戏剧化的说明了广告宣传的力量 你不做广告 酒好也怕像得深呢 我们说一个例子 咱们就不是一个故事了 就是这个one example 或者an example 用这个搭配就行了 比如说就用用the example 这个例子吧 the example of什么呢 默默无闻的洗发水 默默无闻的 咱们在生死中说过 可以用obscure这个词 洗发水相拨 shampoo 有这个词就好了 然后迅速变得家喻户晓了 就我们用那个become a household name 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就好了 这句话的产名的广告宣传 广告宣传咱们说过 可以用不可数名词 advertising 不可数 广告宣传 咱们复述一遍这句话 先说这个例子 the example 什么呢 一个默默无闻的洗发水 of an obscure shampoo 什么呢 that became变成什么 a household name overnight 迅速变得很出名了 dramatically in the trace the power of advertising 广告宣传 你看这个45颗里面 好多剧情值得咱们模仿 你看到了第三册 第三单元 长文章 一定要耐心 里面好多宝贝性 金矿一样的挖出 好多重点表达 咱们再回复这句话 the example 这个例子 of an obscure shampoo 一个不起眼的 香波洗发水的这个例子 什么香波洗发水呢 that became a household name 固定搭费 然后overnight 迅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对吧 dramatically in the trace 非常戏剧性的 说明了 谈明了 什么呢 广告宣传的力量 因为他主意 example是单数 所以第三人单数 这个inletries 加S是对的 好 后面就讲述这个家庭 是怎么一块事情 读者呢 也被逗起了好奇心 他们怎么就成名了呢 后面说了 the family lived in Aberdeen a small town of 23,000 inhabitants in South Dakota 这家人住在阿伯丁 这个地方 the Aberdeen 这个地方一般读者 不知道在哪儿啊 后面有个同位于解释 a small town 一个小城 有多人呢 of 23,000 inhabitants 大概有两万三千个居民 人数不太多 小城 在南达克塔州 南达克塔州 是美国中北部的一个州 是美国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要注意里面 这个界词off a small town 后面的off 这个off是表示 一个地区有多少居民 这个注意这个界词 可以用off来引出 就住着多少人 可以用off引出 咱们看一下例子 a town of 11,000 inhabitants 一个一万一千个居民的 这么一个城镇 这么一个城镇 也是off来引出的 多少居民 再比如说 a city of 6 million inhabitants 一个住着六百万个居民的 这么一个城市 一个城镇 一个城市 一个村庄 住了多少居民 可以用off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居民可以用咱们讲过的词 inhabitance 就好了 这种off来引出 本文中呢 两万三千人 在南达克塔州 一个小城 两万三千人 那本来是挺不起眼的 一个小城镇 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那么后面再进一步来介绍 这是个穷家庭 我刚才说poor family 为什么穷呢 他说了 as the parents had five children life was a perpetual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这个as引导 这是原音状态从居 因为呢 这就是父母亲呢 有五个孩子 孩子特别多 所以呢 生活对他们来说 就是几乎永远在跟贫困做斗争 就是一直 我这吃了上顿没下顿 朝不保夕的这个日子 生活贫困 本来是很穷的家庭 那么这个句子啊 我们看写得非常漂亮 我们这个中国同学 可能未必写得出来 尤其这个主句 生活就是一个永远的 与贫困的斗争 的挣扎 你看这个句子 咱们中国同学写 一般是有困难的 咱们可能按照咱们的这个习惯 我们用人称主语 可能会这么写 你看因为这个父母亲五个孩子 他们可能会这么写 they perpetually struggled against poverty 他们永远在跟贫困做斗争 这个符合中文特征 中文特征呢 第一是人称主语 咱们不形容用事物做主语 第二一个中国人呢 喜欢用动词吗 struggle是动词吗 那我们介绍against吗 这个动词名词搭配是一样的 但是本文中呢 如果这么写的话呢 你看这个第一个 他用动词不够像名词那么正式 第二个呢 都是人称主语的话 这句子结构单调 这换成了无灵主语 而且把那个struggle当名词来用 那就是标准的书面的特征 事物做主语 无灵主语 然后呢 这个这个在这个地方 换成了life 这个生活当主语 你看要不然你在这 如果用they的话 你再看下一句 如果我们用they perpetually 你再看这句话下一句 they were expecting 还是用they做主语吗 人称主语吗 两个都是they做主语 立刻去是单调了 所以你可以根据上学的语境 这里用life确实好一些 这个我们来模仿造个句子吧 我们先说 因为他们有五个孩子 所以生活是一个 永远的与贫困的这个斗争 就struggle against什么什么 我们从头来看 如果忘记可以扫眼屏幕 as the parents had five children life was a perpetual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生活就是跟永远 跟贫困作斗争 类似造几个句子 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永远和自我的搏斗 因为人的本性嘛 我们现在尽管已经征服了 我们的太空了 都能登到月球上了 但对自己本性本能原始冲动 很多人还是控制不住 但基督徒 你有信仰 就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永远跟自我 叫self在搏斗 基督徒可以叫Christian 这个名词咱们见过 咱们复述一遍 the life of a Christian 一个基督徒生活怎么样呢 is a perpetual struggle against self 模仿嘛 这个这个去模仿嘛 对吧 the life of a Christian is a perpetual struggle against self 永远跟自我在搏斗 大家中国呢 信教的不多 炒股的很多 咱们换一个炒股票的例子 来说一说 中文 炒股 就是永远跟恐惧与贪婪的搏斗 就是我们很多人呢 虚拟炒股的时候能赚钱 一旦真刀真枪 一旦真花钱了 往往就赔了 为什么 恐惧和贪婪 或者巴菲特车 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 别人恐惧我贪婪 把这心理障碍的克服 炒股 咱们可以用speculation in stocks 咱们以前在造就好像见过 speculation是推测 或者是投机买卖 在这是投机买卖 在某方面投机 可以加in stocks 当然是股票了 恐惧可以用fear 贪婪 咱们名词用greed G-R-E-E-D 咱们以前见过贪婪的greedy吗 对 好了 第三个见过贪婪 贪婪这个词 好 咱们说一说这句话 炒股 speculation in stocks 是什么呢 is a perpetual struggle 还在加句子 against fear and greed 好了 你看这个句子立刻就出来了 speculation in stocks is a perpetual struggle against fear and greed 炒股票就是永远与恐惧和贪婪 在做斗争 本分钟呢 他们的一家人 永远跟贫困在做斗争 一直吃了上顿没下顿 然后更倒霉的是 又怀孕了 这家也能升 超升游击队 they were expecting their sixth child and were faced with even more pressing economic problems 他们当时正怀着第六个孩子 并且呢 面临着更加紧急的经济问题了 本来就吃不饱肚子 又要生孩子了 他们当时正怀着第六个孩子 注意这个they were expecting 不要翻译成正在盼望着第六个孩子 不是盼望 be expecting 表示怀孕 这个用这个词表示怀孕 是个委婉的表达 就是身怀路甲 身怀灵儿 咱们中文中也用一些委婉表达 因为直接说怀孕呢 往往女孩子不好意思 怀孕了 哎呀 这不不不 就就就 不好意思说 所以身怀路甲 游喜了 游了 这都是个委婉表达 be expecting 也是个委婉表达 一般的不好意思 大声宣传 你说这女孩站在房顶上 对不对 对大街上喊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知道吗 怀孕你看看吧 这不好意思说嘛 所以咱们一般有好多违反表达 英语中也有 咱们看几个跟怀孕相关的 be expecting 可以表示怀孕了 the girl is expecting 甚至可以不加比喻 不能说这女孩正在盼望 这女孩有喜了 或者发生有了 也可以说 the girl is expecting a baby 正在盼望着一个小婴儿 就是身怀路甲 可以这么说 还可以这么来说 be pregnant 这个表达就稍微直白一些了 这个女孩子怀孕了 这么来说 稍微直白一些 be pregnant 这个是可以的 或者呢 用比较术语 就医院里面 医生说的医学术语 叫conceive the girl has conceived 这个女孩子已经怀孕了 或者conceive a baby 都行 conceive呢 我们说可以表示设想 或者表示怀孕 设想或构思 或者怀孕都行 设想构思呢 是在脑子里酝酿 怀孕是在肚子里面酝酿 都是里边有东西 脑子都有想法 肚子都有孩子 所以都用conceive 再读一下这次 conceive 这个可以这么说 或者有更加委婉的表达 生活中常常说 the girl或者是the woman is in a family way 她正在处于一个家庭的方式 就是要家里生孩子了 呗 有了 有身上了 可以这么说 叫be in a family way 也是委婉的一个表达 咱们要听懂是什么意思 甚至还可以用 the girl is knitting a tiny garment 这个女孩怎么样 正在织一件小衣服呢 这个garment 表示裁缝 用语成衣做好的衣服 这个knit叫编织 正在织一件小衣服呢 其实我们知道 都是表示怀孕了 你看这个也是很委婉的表达 咱们pregnant这个表达比较直白 可以用其他的表达 我们就说嘛 就身怀路甲 游了游喜了 中文中有很多 有要表达 对吧 那么类似的 还有几个跟怀孕相关的一些搭配 咱们顺便看一看 我的记录 When is the baby do 您的孩子多长生啊 预产期什么时候啊 这个do在这表示到时间的到期了 这个时候的孩子到时间就该降生了 我们都知道 怀孕以后去医院里医生推算一下 预产期 猫三狗四 人是十个月左右 推算大概多少生啊 可以这么说 When is the baby do 咱们以后也可以这样 一个女同学看到 另外一个女孩 两年没见面 肚子起来了 我说When is the baby do 孩子多长生啊 预产期哪天呢 结果那呸 叭唧抽我一嘴巴 瞎说什么 我黄花大姑娘还没结婚的 这什么预产期啊 怎么回事 我这您的 我这是干腹水 当然这肚子大了 确实可以这么问 你先问清楚再问 When is the baby do 孩子多长生啊 预产期的多长生 什么时候孩子到 到时间该下来了 该降生了 再比如说再看几个 She gave birth to twins 这个女呢 生了个双生 生了个双胞胎 Give birth to 叫生孩子 这个动作可以用它 这一般过程是 Give Give birth to Twins 双胞胎 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 She aborted after two months 这个abort 动词原型呢 是把这异力去掉 这黄颜色是动词原型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bort abort 这个abort这个词 在三十二课 咱们讲过一次 咱们做动词 可以表示 临时终止 中途停止 做动词本身是表示流产的意思 女孩刚怀孕俩月以后呢 流产了 流产就abort 可以这么来说 甚至呢 She's on maternity leave 这个女孩的正在修产假 也是跟怀孕相关的 我们再读一下产假这个词 Maternity leave Maternity leave 这个leave做名词不是离开 是假期 病假 就是sick leave就好了 Maternity就是motherhood 当妈妈这个身份 当妈了吗 修产假了 这个修假叫on 你看on holiday on vacation on leave 都这么说 be on maternity leave 也正在修产假 就行了 本文中说 他们当时正怀着 the sixth 第六个孩子 并且面临着 更加紧急的经济问题 这个面临着 这回忆多次讲过 be faced with 或者be confronted with 面临着往往是一个 比较棘手的 不好处理的一个问题 面临着什么问题 咱们先复习38课 174页第11行 174页第11行 Fordered man was faced with reunited and said something about seasons 因为那个时候人类 面临着要有些理解 有关季节更替的 一个真正的需要 面临着 当时他们认为是难的事 所以be faced with 面临着一个难题 还有我们再看confront 这个词主动被动都行 主动就是人做并语就好了 被动人做主义之后 be confronted with 不就行了吗 先看一个主动的例子 在42课里面出现过 就是196月第11行 到第12行 196月的第11 到第12行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foretell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difficulties which will confront the pothole 因为我们要去预言一下呀 这个pothole 这洞穴看见者 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这困难 摆在了洞穴看见者面前 就confront somebody 如果洞穴看见者面临的问题呢 pothole做主义就用be confronted with 不就好了吗 这是用主动的 我们看一个be confronted with 的例子 这个三册没有 咱们看四册 未来李老师在四册 33课会讲到 就是33课 education 教育这个书 有这么一个片段 and no father is confronted with his inability to buy education for his child 这指在原始社会 在原始社会没有一个父亲 会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无力为他的孩子 购买教育这个问题 在当代社会 很多家长 这个孩子上学没有钱 但原始社会 教育是免费的 不存在这个问题 be confronted with 面临着无力支付学费 这个问题 面临着可以用它 本文中说呢 面临什么呢 even more 甚至更为pressing economic problems 经济问题 这个里面 这个pressing要记住 是表示紧急的 急迫的 pressing 就相当于大家比较熟悉的形容词 urgent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形容词 pressing pressing 就这么常说的 紧急的 急迫的 紧急的问题 经常有一些类似的 像pressing problem 紧急的问题 pressing matter 急事 pressing need 紧急的需要 就急需 什么什么 经常跟problem matter 或need 这样的一些名词 所以固定搭配 所以固定搭配 咱们看一些例子 a pressing need for housing 一个对住宿的 迫切的需求 现在来了很多难民了 不能在露天睡觉 他们得给他们提供住处 对住处的一个紧急的 急迫的需要 再比如说 poverty is a more pressing problem than pollution 现在我们确实这个地方有污染 但是你工厂都停了 不行 为什么工厂停了 人饿死了 得上班 怎么现在说 贫困是比污染 更为迫切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污染得先还一还 有污染没辙 为什么工厂都停的话 老百姓没工作 就都死了 所以贫困的问题 更紧急 poverty more pressing problem 就是跟本文类似 贫困问题 这个是紧急的问题 紧急问题 急事 紧急的需要 经常可以这么来用 所以固定搭配 可以把它记住 那么作者下面说了 如果他们真的只 再多生一个 就没这故事了 我们说 If they had only had one more child The fact would have passed unnoticed 他如果他们只生了 再多生一个孩子 这件事就这样 不依人知的过去了 这不很普通吗 天天都生孩子 我们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前面 这个逗号之前 这个黄烟色的句子 If 从句 是条件状态从句 在这里用了标准的虚拟去的 如果他们当初只多生一个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 大家还记得吗 与过去事实相反 If 从句中 用过去反正识 主句中 用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 have done 这个叫做 would have done 这标准的虚拟去 这是跟过去事实相反 他们当时呢 一口气剩了五个 那当然是一个 quintry blitz 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了 但在本文中说 假如当时只捉成一个 这跟过去事实相反 第一个害的是主动词 第二个害的是十一动词 这害的但吗 这还是一个标准虚拟去 那么主句里说 the fact虚拟去 would have passed 可能这么过去了 怎么过去呢 unnoticed 这个unnoticed 是特别常见的一个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一般多做 逐语不足语 就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它是个形容词 五中说明什么 五中说明主语 这个事实过去的时候怎么样 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它不是修饰动词pass 而修饰主语fact 这个事情过去的时候 这个主语这个事实状态是没有被注意到的 所以这个是形容词 当主语不足语 咱们先复习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 是讲了无数次了 if从句中 大写的是主语 那么后面用head过去分词 这个head加过去分词 过去完成时 主题中大写的s 后面是表示主语的 主题主语 然后word should could might 这个形容词 某一个再加have的 这个情况 本文中是标准的虚拟性 与过去事实相反 我们关键看一看 来学习这个形容词unnoticed 这是个形容词 它叫是 without being noticed 无人注意的 没有被注意到的 注意这个词一般都做主语的补足语 就补充说明动作发生时或动作发生后主语所出的状态 I try to slip up the stairs unnoticed try to do 这我试图了 我试图呢 溜到楼上去 什么状态 不为人知的溜到楼上去 这个unnoticed 注意是修饰主语 I 而不是这个try 不是不为人知的去努力 去试图 而是我上楼的时候 我的状态是没有被注意到的 看到了吧 是修饰主语这个I 而且当然这个slip表示本来是溜 就滑的意思 派生就溜 偷偷摸摸走 偷偷溜到楼上去 而不为大家注意到 而且尤其用在本文中这个搭配 用的特别多 go unnoticed 或者是pass unnoticed 叫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这个事儿大家谁都不知道就这么过去了 过去了 这个我们看一下例子 the event went unnoticed 这件事儿就这样 谁也不知道就这么过去了 大家都没有被注意到 这个事没有被注意到 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再比如说 her death past unnoticed 他的死 就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这个人死了 就像死一只苍蝇一样 谁都没注意到 不为人知的就这么过去了 这两个搭配意思一样是可以替换的 第二句话也可以换成go unnoticed 第一句话可以换成pass unnoticed 两个能替换 意思是类似的 我们在本句中 45号出现 在后面一刻书中还会出现 咱们看240页 第30到第31号 240页的第30到第31号 the ombudsman's prompt action at once put an end to an unpleasant practice which might have gone unnoticed 你看也是用了这个虚拟句 他说这个司法特费员 ombudsman是司法特费员 怎么后来讲 司法特费员的这个 这个迅速的这个行动 那么立刻呢 就终止了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做法 practice 我们说了 就这个这个习惯性的做法 什么做法呢 这个如果要不 不是他来终止这个迅速行动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去的 这个做法就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去 这还是没有出现 if曾经 但其实是与过去的事情 就如果当时司法特费员没有这个迅速行动的话 可能这个事 这个事实 或者这个这个做法 practice 就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去 与过去的事情相反 mind have done 后面是go unnoticed 好 这个搭配 我们造几个句子 把它用一用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句子 我不能让这种暴行不了了之 这个不了了之 刚好用go unnoticed 或者pass unnoticed 这么不为人知过去的 暴行 咱们可以用brutality 这个名词 我们大声先读下 brutality 来来最野蛮的brutal 再来遍 brutality 我不能 我们来说一遍 I cannot let this brutality go 或者是pass unnoticed 好了 就说我这种暴行 我一定要揭发检举 这么过去是不行的 没天理了 go or pass unnoticed 咱们再加上虚拟语气 更复杂一点 再造一个句子 要不是这封感谢信 这件善举 可能就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雷锋 做了好事的 捡了一毛钱 还给了老太太 后来老太太写了 问感谢信 哎呀 感谢呀 没一毛钱饿死了 如果他没有这封信的话 大家不知道这个善举了 要不是brutal 这个brutal 就善良的行为 我们可以用 this act of kindness 就好了 act 不是行径吗 行为或行径吗 of kindness 善举吗 可能就这样 不为人知过过去了 might have would have 加go go就是gone了 或者pass unnoticed 就好了 咱们说一说 要不是这封感谢信 but for the letter of thanks 这件善举 the act of kindness might have gone with the past unnoticed 多自信吗 这句话出来了 but for the letter of thanks 就相当于 这个如果要是 没有这封感谢信的话 要没有的话 这是一个 与事实相反的 什么过去事实相反的 这些想象 都当时是有的嘛 the act of kindness 这件善举 might have 可能就 有过去事实相反 主句了吗 might have 叫过去分子 gone 或pass unnoticed 不为人知的过去 百分之中也是 如果他们只多生了一个 而不是五个 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 他们会怎么样呢 they would have continued to struggle against economic odds and would have lived in obscurity 他们可能继续 与贫困 与经济困难 做斗争 并且继续过着 默默无闻的生活 这个还是用 would have done 这依然处在虚拟区里面 还没有出来呢 但if从去被省掉了 就如果他们当时 只多生了一个孩子 就依然可以相当于 加上了 if they had only had one more child 这个从去被去掉了 因为上一句话有语境 还是用虚拟区 这是后面是主句了 would have 叫过去分子的 他们能继续呢 是怎么样呢 与这个经济困难做斗争 struggle again 这个struggle是动词的 与经济困难 注意这个os 这个os是多意思 这个os呢 它一般都用复述 它的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叫可能性 possibilities 第二个叫困难 表示可能性 咱们在其他的文章中会说 但它表示困难 一般用在一些固定搭配里面 这个os 首先在本文中 这是共同搭配 与困难做斗争 struggle against th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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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ifficulties 当然这个struggle 可以换成fight 或者动词battle 后面都是跟其他 against搭配 只不过本文中呢 os前面家里修士 economic 就是经济困难 就好了 这个struggle against fight against battle against 都是与什么什么做斗争 这是与困难做斗争 还有一个搭配叫 克服了困难 或者击败了困难 beat theos 和overcome theos 这个beat本来叫打败的意思 overcome是克服了战胜 就战胜困难 口语中呢 一般更形容beat 因为他单音节目更好说 beat theos 克服困难 还有说呢 面对重重困难 against all theos 或者呢 语气没有那么强的话 一个去掉这个负数all against theos 或against all theos 面对的重重困难 可以这么这个all 加上去掉都可以 咱们看一些例子 看一些例子 the hospital's director has been battling against theos to improve patient care 这个医院的这位主任 或者这位这个主管 怎么样呢 他现在一直与困难做斗争 在干嘛呢 来改善对这个病人 他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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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怀照顾 改善对病人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照顾 与困难做的中 the battle against theos 这个在这呢 是battling 在这用的是完成进行史的 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在这么说 在与困难做的中 在比如说 the south africans overcame theos to beat australia 这个南非这个球队啦 克服困难 击败了这个澳大利亚队 这在这里是等于是在看 看比赛的时候的 克服困难 战胜困难 击败了澳洲 澳大利亚队 你看这个overcome theos 但口语中可以叫beat theos 但这里面后面有beat这个词了 后面就在前面就overcome 就克服困难 战胜困难 再比如说跟借词搭配 against all theos she achieved her dream of becoming a ballerina 面对着重重困难 这个女孩子实现了她的dream梦想 什么梦想呢 变成了一个芭蕾舞的演员 ballerina 芭蕾舞演员 我们再读一下后面的词 ballerina ballerina 记住 against all theos 就要面对着重重困难 就说明这个女孩子本来呢 现年条件不好 家里也没有这个环境 家里还穷 这女孩子身体还不健康 这妈妈都劝着贵妮 贵妮呀 咱跳不了舞啊 你没有腿呀 没有腿跳不了 这女孩不信任邪 通过长期努力 长出两头腿来 终于圆了梦想 成了著名的芭蕾舞演员 对吧 面对着重重困难 她终于实现了自己 成为ballerina 这个梦想 这是看到 记住 困难一般多用于 这三个 优美的搭配 把它记住 既单词不如既搭配 越写越漂亮 越写越漂亮 好 那么 与经济困难做的中 并且过着默默闻的生活 过着默默闻的生活 咱不说了 词汇中说过 live in obscurity 就好了 好 看下一句话说 but they suddenly became the parents of queen triplets for girls and a boy an event which radically changed their lives 但是他们突然 生了个五胞胎 四个女孩 一个男孩 这件事 彻底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这个句子非常漂亮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豆豪之前可以看到句子主干的结构 但是他们突然间成了五胞胎的父母亲 就生了个五胞胎 这个五胞胎呢 我们读一下就好了 contemplate contemplate 五胞胎 这个并不是太常见的一个词 咱们认识就行了 然后后面那个 for girls and a boy 这个画横线的白颜色的字 明显是做五胞胎的同位语 五胞胎怎么五胞胎呢 四个女孩 一个男孩 整个后面黄颜色的 从an event开始到句末 这是一个名词端语 名词端语做前面整个主句的同位语 他们生了五胞胎 这个事就是这么一件an event 做整个前面白颜色的 这一大堆的同位语 然后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当然是定义从具修饰这个an event 这么一件事 哪件事呢 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生活的 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那永腿说 那干嘛还加这个an event呢 你直接用定义从具修饰主句 非现在去定义从具不就行了吗 那为什么加an event呢 在这加上event好一些 因为这里面他这个定义从具 跟前面这个主句之间隔着一个同位语 Four girls and a boy 他跟主句有一段距离了 加上一个an event呢 就等于是个语片纽带 把后面定义从具 跟前面这个主句这个事 拧到一块了 对吧 是哪个事呢 就这个事呗 这个事 生五胞胎 这个事改变了 彻底改变他们生活 等于这个an event呢 是为了把前面这个句子 跟后面定义从具拧到一块 因为哪个事 就是前面那个事吗 就从纸带明确 尤其是他跟前面这个修饰的东西 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这个写得非常漂亮 这个我们先看看 这个彻底改变了 这个固定搭配 叫radically change 或者alter something 彻底的改变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这个彻底的根本性的 radically radically 它来自形式radical 就是r-a-d-i-c-a-l 本来就表示彻底的 radically change 彻底改变 现在有一个 或者alter 都行 彻底改变 咱们看一下例子 computers have radically changed our lives 电脑 已经彻底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 现在谁也离开电脑 现在智能手机 本身也是一种电脑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再比如说 relativity and quantum mechanics have radically altered of picture of nature relativity相对论 quantum mechanics 量子力学 这quantum 作为科技术语 知道我们知道是量子就好了 mechanics是力学 放那个quantum mechanics 量子力学 彻底的改变了 改变了吗 用完成式吗 已经改变了 彻底改变了 我们对于大自然的 这个观念 这个picture不是图片 就头脑中的 对它的想象 对大自然的 自然界的观念 已经彻底改变了 我们认识自然 跟原来都不一样 彻底改变 记住叫radically change 或者radically altered 就好了 咱们一会儿呢 造句会用这个搭配 那么当然我们有的时候 也可以用形容词 修饰名词 一个彻底的改变 也可以说a radical change 或者说a radical alteration 等等等等 都可以 用名词也行 我们看例子 radical changes in education 在教育方面的 彻底的变化 根本性的变化 radical changes 用radical 其中次修饰 change这个名词 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 好这个我们来背一下这句话 背诵一下 但是他们突然间成了五胞胎的父母心 叫quintublitz 这么一个词 这个quintublitz 四个男孩一个女孩 这个四个女孩一个男孩 我说错了 四个女孩一个男孩 这件事彻底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这个用an event 把前后 拧在一块 咱们来复述一下这句话 but they suddenly became parents of quintuplets for girls and a boy 都好 这件事 an event 加定于从去 which radically changed their lives 好 咱们再来一遍 but they suddenly became parents of quintuplets for girls and a boy an event which radically changed their lives 太好了 咱们造个句子 他突然间 中了一千万美元的大奖 中了一个大奖 就买菜片中奖 就win the lottery of什么什么 lottery 就是抽财给奖法 多少钱 发在这个op 后面就行了 几乎是他年收入的一百倍 大家还记不记得 第四课中讲过 是什么什么多少倍 可叫one hundred times the amount of什么什么 当然你可以换成 one hundred times as much as 都行 是什么 这一百倍 年收入咱们以前讲过 叫annual income 还记得吗 咱们讲过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一样可以用an event which这个大费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几乎是他年收入的一百倍 这有个做前面 一千万美元的同位语 那么这件事哪个事 他中了一千万美元 这大奖 这个事 所以中间一个同位语 把它隔开了 我们用an event 这个事 是不是可以把后面的定义从具 改变了他生活 跟前面仲裁 这个事拧到一块 对吧 就好了 咱们看这句话该怎么说 他突然间中了一千万美元的大奖 he suddenly won 一万块的事 the lottery 一千万美金 ten million dollars 十个百万 nearly one hundred times the amount of his annual income 年收一百倍 几乎是这么多 an event 这边一个事 什么事呢 which radically changed his life 就是中了大奖 不一定是好事 有些人呢 他可能中了大奖之后 生活就颓废了 没有目标了 他突然间 he suddenly won the lottery of ten million dollars nearly one hundred times the amount of his annual income 你看这个 他的一千万美金 同位于吗 后面最好加一个 an event 这边一个事 什么事呢 which radically changed his life 根本性的改变了 他的生活 就好了 好 看第二呢 最后句话 the day after the birth of the five children an aeroplane arrived in Aberdeen bring sixty reporters and photographers 这个我们看一看 这个句子的语法 成分分析 这个逗号前面 是整个句子 时间状语 就是在他们生了 五个孩子的转天 the day 是名词做状语 在这 就像today 当状语一样 生了五胞胎的转天 怎么样呢 当然你前面加个 on the day 也行 你前面加on 变成计算语也行 后面加on的 这个搭配在后面 在第48课里面 就会看到了 这没有这个on 用名词做状语也行 加上on呢 就比较正式一些了 这个都可以 在生了五胞胎的转天 怎么样呢 一个飞机 就到了阿博丁 他们生活的小城 同时呢 这个当然白言词 是句子主观结构了 后面的bring 到句末画横线的部分 是可以看作伴随状语 飞机到的同时 还带来了60个记者 和摄影师 photographer 就是摄影师 专门拍照的人 这个the day after 这个after呢 是介次短语 是迁套在这个 时间中 内部的介次短语 这个after呢 做介次 做连次都行 在这当然是介次 后面跟名次短语 就好了 那么在孩子出生之后的转天 之前之后多久 这个结构咱们见过 就在after和before 前面加上这段时间 这是转天的 就the day就好了 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十课 五十页的第九 到底十号 五十页第九 到底十号 出发以后四天 four days after setting out 跟本分钟这个 the day after the birth 是类似的 还有在什么什么之后 我们再看二十九课 一百三十八页 第十三号 一百三十八页的 第十三号 a few days before Christmas 圣诞节前的几天 大家看到了吧 之前之后多久 都可以这么说 圣诞节的几天呢 腿摔折了 被送到医院了 好 这个都可以这么说 在这里面 这个before和after 都是能借次来用 你不能当做连词 单连词后面跟 时间终于重聚 也可以 但一样可以把这段时间 放在它前面就好了 好 第二段 我们就说了 生了五胞胎这事 贫困家庭 如何迅速出名了 但是只是 故事开了一个头 究竟是如何改变 他们的生活呢 第三段 咱慢慢交代 好 第二段跟老师 先看到这